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人真的非常寂寞 但一个人寂寞不等于悲伤 我有时候真的不能理解那种 不能一个人做什么事的人 那怎么办呢 2009年1月29 星期四 太阳很大的这个冷天里我问你 感觉我喜欢你吗 你回问我 问你啊 我将问题再问过你一遍 你一样说着问你啊 我也很想要被抱的感觉 我也很想要被爱的感觉 我也很想有伴侣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你身边有没有一群很优秀的女生 她们工作很认真 对朋友有情有义 个性很好 可是没有男朋友 我们这个社会会给这样的女生 一个名词叫做圣女 艺术家周冬燕就拍了一部纪录片 片中有四位圣女 她们各自在镜头前很真诚的表达她们的心情 最近这部纪录片入围一项法国的影展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冬燕跟其中一位主角 跟我们分享纪录片《圣女真的》 冬燕你好 惠玲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我们这部纪录片的其中一位主角 孔妹 你好 惠玲好 大家好 冬燕为什么你会想要拍这样一部片子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身边有好多这种很优秀很棒的女生 为什么你会想要把这个题材拿来拍纪录片 以及为什么要叫做圣女真的 还问号 对 我一直都在关注现代 我其实不管是在剧场或纪录片或影像作品 其实我常常一个重点核心发展就是在 关注现代人的某种孤独感 要怎么样去寻塑它 讨论它 感觉它 或分享它 那其实从我刚刚念书回来 就接触到身边 其实我是一个很被照顾的一个人 我觉得就有很多 我就会发现身边怎么这么多女孩子 女人们都乐于工作 然后永远都在工作 永远都可以收到她们的mail 然后都是经历 企划诸之类的 然后我就觉得她们握好精彩 她们笑得比谁都大声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 有某一些落寞 这些落寞我不知道是什么 或某一些问号 某一些自嘲 我就放在心上 然后自己大概也就过了三十了 然后已久单身 然后就 有一天在 其实在拍空的机的时候 在后台开玩笑 那时候某个电视台在 又在做一个圣女的专题了 我们就又在那边笑说 我身边圣女真的太多了 要拍就要来拍真的 不要再请这些 大美女明星们来拍 那时候电视上有哪一些明星圣女 真的太多了 比如说隋唐 杨景华 杨景华 然后赖亚妍 然后什么蔡蔡子日剧韩剧 全部都是 都是明明是美女 大美女 然后戴个眼镜 对 然后等到找到真爱之后 突然找到了内心的美 然后眼镜就摘下来 对 然后就 好像其实跟我们身边的 那些圣女好像 真的有点不太一样 有点落差 可是 我也深刻的可以了解 这些韩剧 或者是所谓华剧 它可以给 给人们的安慰 就是我从 希望 对 比方说我从 真的刚回来二十几岁 就 就听到Lulu 它是每一出韩剧 都有在follow 就是我们其中一个 据细迷的跟你分享 对 其中一个主角 然后 然后我就在 感觉这件事情 那时候刚好公共电视就 在邀约说 有没有什么想要新拍的主题 新拍的作品 就觉得 那就来试试看吧 拍真的圣女 对 距离不是这么远的 就是你我身边的女生这种 而且更大的一个课题 是拍我的朋友 所以我不是去路上找一大堆 各自去贴她的标签 你觉得你是不是 其实这个标签对我来讲 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它 它或许是个流行语 它是一个 其实是 几乎是一个有歧视意味的 一个 吸虐意味的词语 对 在大陆甚至在某些 有明定说这是禁止的 不应该用的 但后续当然一般大家 还是会用 是 然后就 就拍了 两年 然后完成在公共电视上 这样 好我们其中一位主角 Cole May 坐在你旁边 你要怎么选这四位朋友 大学的时候 我们住在一起 我同班同学 就玩在一起 然后 所以我非常了解 Cole May 在感情上面的 说实在的渴望 或的挣扎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个亲密感 是特别的 是我想要去捕捉的 东彦拍的这四个主角 大概是怎么样 去跟自己的 圣女的状况 共处呢 我觉得不应该说 喜欢 应该说就是习惯 因为他就是没有 我就是没有 那个另外一半 所以 那没有另外一半的 状况之下 那当然就是 要习惯自己一个人生活 自己一个人去找乐子 去找快乐的事情 所以 你说渴望 当然一定是有 那个渴望在那边 但是他就是还没出现 所以我就必须要 学会 一个人的生活 你喜欢用圣女 这两个字来形容你们吗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对我而言 我没有办法去觉得说 他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形容词 但对我而言 他就是一个好玩的 好玩的 好玩的东西 对 就觉得说 对啊我是圣女啊 因为我真的没有男朋友 我就是觉得说 我自己那么漂亮 然后还没有男朋友 什么这种的 反正我就会觉得说 那个就是一种 对我而言 它不会让我有那种歧视的感觉 其实说真的我们都觉得好玩多余 好玩多余 对 因为你说更多的词 在我的生命里面 更多的词更会伤害我 比方说娘娘腔啊 这种等类的 所以我觉得圣女这个根本就 还算是很轻微的 还蛮时髦的 对还蛮时髦对不对 很流行 对 我们去租借这个场景 其实它是一个高级的精品婚纱的一个地方 只是我们认识的人在那边当摄影助理 那我们就说 不好意思那你帮我们问一下老板 就是如果是男生的 扮装的拍摄是不是可以 结果他在LINE上面就回我们的朋友说 世人都要爱 欢迎来拍 这纪录片里面其实真的有很多 我看了之后心里面很有感触 然后也很共鸣 甚至有一些片段 我是看了很想哭很催泪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部分 我们先看Cole May的部分 主啊 今天 是我要拍婚纱的时间 主啊 这是我从小就渴望的一件事情 主啊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拍了这个影片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或是对我的信仰会有一些冲击 我相信在台湾有许多跟我一样的人 主啊 一样的在 争扎 一样的在 询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我相信上帝 不管这个世界再怎么样的改变 上帝都有你 我必须要承认啊 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我看这个片段 我大概每看一次我就眼睛红一次 然后都要假装跟我同事说 我没事我没事我只是打哈欠这样 我觉得很感动 那Cole May其实的人生愿望 就是很想当新娘 纪录团队也特别安排了这样的 一个拍摄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到大都觉得说 我生命 就是我其实对于我是男孩子这件事情 其实是对上帝有诸多抱怨 为什么 因为我就希望说我自己是个女孩子 就觉得说 其实就觉得说 其实我的心中住着一个 就是反正我都觉得我就是一个女生嘛 对不对 当然会渴望有一个婚姻或什么的 伴侣 所以结婚尤其是结婚对我而言就是 一种很渴望的事情 所以当要拍这个婚姻 哪怕就是个假的 我也会觉得 这真的有说不出来的一种 高兴或兴奋 然后尤其是当你坐在那个 那个镜子前面 然后你妹妹帮你化妆 我妹妹帮我化妆 然后开始去拍那一个 梦寐以求的婚纱这样子 其实那时候非常非常的兴奋 但是又有一点难过 然后又觉得她为什么不可以是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其实那个心中是很复杂的 那当然因为之后有安排我的家人来啊 什么什么的 我就觉得说其实别人 不管认不认同这件事情 可是至少我的身边的朋友 甚至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 我就会觉得说 那一个拍摄会让我觉得 因为我可能这个故事要说很久 因为我在30岁以前 我都会觉得说 我有婚姻或是我 谈恋爱是一个罪 是错的 因为我是男生 所以我觉得圣经说不行 而且那是罪 那是错的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有伴侣 或是我可以有伴侣这件事情 可是拍完这个纪录片 其实这个婚礼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我就会突然知道说 其实上帝爱我的 是我现在原来的样子 所以爱我原来的样子 这个事情是 我拍完这个纪录片 一直在我心中 一直发芽的一个东西 就是告诉我说 上帝其实就是爱你原来的样子 所以当我真的知道 当我就是抓住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对爱情 或是我对婚姻的那个渴望 我会觉得那可以是真的 让我跳脱了过去的那种 觉得自己都这样是错的 这样是不对的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拍这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种转捩点 就是一种观念的 观念上的转捩点 非常好耶 所以冬燕这个 纪录片的这个场景的安排 也帮忙了 COME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 其实我不确定 其实没有设定要不要过 但是我只是希望可以给一个力量 跟一个感觉 其实这个婚纱 我是有邀请这四位都拍的 但是有的就会明显告诉我说 不 我并不向往婚姻 然后我觉得其实针对COME那场景 其实 我觉得比较surprise的事情 是我们有请她的教会的姐妹来 然后其实教会等于是一路上都 一起要相信说 她是不可以喜欢男人的嘛 但是这些姊妹是越来 对对对 这些姊妹是她的 她们的出现是 完全支持她 祝福她 对 跟希望她找到属于她的幸福 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 其实我觉得很感人的 就是台湾社会 就是我们去租借这个场景 其实她是一个高级的精品婚纱的一个地方 只是我们认识的人在那边当摄影助理 那我们就说不好意思 那你帮我们问一下老板 就是如果是男生的 扮装的拍摄是不是可以 结果她在line上面就回我们的朋友说 世人都要爱 欢迎来拍 然后我就看到就觉得很感动 因为拍这片直到那个地步的时候 刚好也是婚姻平全的事情 沸沸扬扬 其实到现在都还是 就是她真的登上台面了 我们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想到 哇 她可以登上台面 但是我更没有想到身为基督徒的自己 跟我的好朋友 就说 哇 其实基督教的团体有这么大的声浪 只是有点小遗憾 那时候太胖了 对对对 那时候的新娘太胖了 最最最最特别的 对就是 她跟她妹她妹才是受到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就是一个记录片那么胖 然后觉得是太胖了 马上瘦三十几公斤 对三十几 对脱水 KOMEI你在片子里面真的非常的抢眼 你其实在里面出现很多的场景是在唱歌 对而且我对于某一些镜头感到非常的惊讶 是有一些是KOMEI在刮胡子 一边刮胡子一边唱歌 因为唱歌对KOMEI而言是一个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就是 我刚刚说了我就是娘娘腔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原住民的小朋友都会 或是我就会说这个娘娘腔 就把娘娘腔这件事情变成我的一个符号 所以其实我很受伤 可是我唯一唯一觉得 就大家会认同我的就是我的声音 我的歌声 所以如果你问这个来一国小的小朋友 有时候我们来一国小的小朋友说 你们全校谁最娘 他可能会说廖志强 可是如果你问他说 全校谁最会唱歌 他可能也会说廖志强 所以唱歌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种自信的来源 你要知道KOMEI这个词 就是KOKO加阿妹 叫KOMEI 自己的名字 自己取的一个名字 所以我就觉得唱歌对我来讲就是 我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悲伤我也会唱声歌 我就唱歌变成是我的生活的一步 然后为什么要唱那首歌 因为那首歌就是叫做什么 星辰哲林 就觉得我就觉得那个歌词 真的就很能符合我的 因为我就常常幻想自己是什么 爱情小说里面的主角 然后所以就是唱那些歌都觉得说 我就会觉得我在挂一边挂我的胡子 我就一边在想像我就是那个 琼瑶里面的小说的女主角什么的 那KOMEI我可以冒昧请问 你现在感情状态是什么 我当然是没有什么感情状态啊 就是还是一个人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 这虽然说没有 虽然还是单身 然后也没有人追求 然后目前也没有看到喜欢的人 只是我觉得在我的心态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说我刚刚说了 我在30岁以前跟30岁以后 是有很大的改变的 因为在30岁以前 我根本就不觉得我可以有婚姻 或是我可以有恋爱 因为我都觉得 那个会得罪我的上帝 可是到30岁以后 当我更了解我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 我没有拒绝了 当我以前 比方说我们去POP 或是去 比方说去同志的BART 对不对 我都会这样很避暑 然后就觉得 我好像要拜淫乱罪 什么的 然后就会很紧张 然后回家就一直悔改 然后他们就 他们就明明就看到我这个人 就是一直觉得说 你明明就应该开开心心 怎么会 就是会 就是遇到这种事情 都是翻脸都比翻书还要快 什么的 可是到现在会这么的敞开 会去接纳自己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对我来讲 是一个生命的成长 我觉得这真的超好的 是有点太慢了 但是在这边公开真友 公开真友 太慢了 是真的太慢了 现在KOMEI公开真友 对 欢迎大家 KOMEI你在那里面 还唱了一首歌 快来快来约我 快来快来约我 我是你的心 宝贝 那就是 闪亮三姐妹的那个 那是以前 闪亮三姐妹 她们出道的时候 我们就几个姐妹们 最爱那个 最爱玩的一首歌 好啦 但重点就是快来约你 对啦 快来快来 哎呦看哪里 快来快来约我 快来快来约我 我是你的心宝贝 我觉得臆祥 真的难得这么疯狂 疯狂 孤独其实最大最大的惧怕 或许就是孤独的死去 就会在想那个办法 但我们要办 难道就只是在生病的时候 照顾你吗 我不知道 这是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号 但是就 就把这个问题 拿出来跟大家 谈一下 我觉得它甚至是一个 好像孤独是一个 不可以被谈的话题 刚刚冬夜讲了一句话 很打动我 就是一切当然都是为了爱 因为是爱 所以当然这一切应该是可以这样做的 嗯 其实不管是 因为爱的关系 所以不管是同性恋或是异性恋 大家都是期待着 可以有伴侣 不管是不是要结婚 我相信 身边有一个人可以陪伴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冬夜也拍了另外 这部片子里面还有另外三个女生 他们也面临不一样的状况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片子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拍 受到政治迫害 或者是精神健康上面有出现了极大的异状 和一般 就是非常异于常人的一个纪录片 是 相对来讲它是一个好像很稀松平常 你我身边都有 哎呀这不就是我吗 其实我想拍出这个 好平常当中的那个 看似完美无缺的生活 就是你知道 他们很乐活 该喝的咖啡啊 甜点啊 有机食品都不会少的 对 但就哪里缺了 到底这一块是什么是我好奇的 但我觉得我也 我觉得每个人的状态都在改变 就好像我的影片里面 其实最后只是静静的几个画面 有的人还在跑步 有的人还在打电脑 有人在开车 有人就坐在学校图书馆里面 看着学生在练习 就我觉得生活就继续过下去 其实纪录片对我来讲就 不会有一个结论说 他们因此怎么了或去哪里了 当然我原本当然有点期待啦 是不是可以来一个 对 但并没有出现 我很想要知道两位 你们在拍完这个片子 或是参与完这个片子之后 你们想要说什么 这世界上有像我这样的人 然后也非常爱我的上帝 这个是我想告诉大家说 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 我的上帝很爱我 可是我是同志 对 这其实就是我想要 想要告诉大家说 然后同志也可以去天国 我跟你说 我很想要说一件事是 其实前一阵子 美国大法官宣布了 同志的婚姻也是应该要被接受的 我觉得台湾太晚了 台湾可以赶快开始讨论 认真理性的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一切都是爱 为什么可以分同志的 或非同志的 异性恋的 非异性恋的 结婚对我来讲 我觉得同志 可能他们会谈论有伴 或是婚姻 对我而言 我还是会蛮重视婚姻结婚这件事情 所以有结婚跟有伴 真的是不太一样 不一样的 尤其是一对新人 在上帝的面前做的誓约 那个誓约就是一个 所谓的誓约 就是说永远不能改变 除非有一方死掉了 那个约才会不见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相爱的人 在比方说牧师的面前说 我愿意陪伴他一生 对 这件事情多么重要 可是为什么我不行 嗯 我也希望台湾 对 其实是应该是可以的 对 嗯 这个片子 我刚开始讲 我想拍孤独 那 电视台的总监 副总监就说 我结婚了 我也很孤独啊 所以你要想清楚 你要拍什么孤独 嗯 所以我觉得他就给我当头棒喝 嗯 我觉得二十岁 大大学生 有谈恋爱没谈恋爱的嚷嚷 跟三十 跟我可能拍的近四十 或五十的 还没结婚的 所 就 比方说我我妈妈 可能是自己的 我姐姐结婚啦 她看到我没有结婚的朋友 都会说 他什么时候没结婚啊 嗯 就会一直问 我想说 这一定是你评判他的价值吗 嗯 一样公司的编位 开始跟我聊 她说孤独 其实最大最大的惧怕 对 或许就是孤独的死去 嗯 然后 我觉得很强烈 然后 其实拍完了 我没有太多 我就觉得我呈现 许许多多的思考给大家 这影片就这样拍完了 对 但其实去年 年底我爸爸 出了一点意外 嗯 那 我妈妈就一直照顾他这样子 嗯 那 我就 自己也 到了一些你知道 身体膝盖会哪里痛啊 什么 三十 三十岁 三十钟了这样 嗯 我就会再想那个办吧 嗯 但我们要办难道就只是在身边的时候照顾你吗 对 我不知道 这是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号 嗯 但是就 就把这个问题 拿出来跟大家 谈一下 我觉得它甚至是一个 好像孤独是一个不可以被谈的话题 嗯 谈孤独其实有一点 丢脸 嗯 我觉得比方说在喝咖啡的时候 我真的蛮不会跟他讲说 Komei我最近好孤独喔 但是 但是其实就很明显 因为比方 比方现在软体上面有很多手机软体可以唱歌 对 所以我就常常去听Komei唱歌 嗯 因为我在 我知道他在晚上的时候会对着他的手机唱 一直唱 各式各样的歌 唱到两点三点 那我就停这样子 对 然后或者是 我知道很多成千上万的人都在网路上唱着这些 这些所谓俗烂的情歌 或被 被刑诉的那些感情观 但是就是我们就 在这个轮回里面转 嗯 嗯 好 其实这四位主角的心情啊 我相信 嗯 大家回去好好认真看这个纪录片 一定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 或是自己身边朋友的影子 但不管 我想 我想 不管有没有版 我们都希望 也 也祈求 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情感 可以安住的地方 不管有或者是没有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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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